长得丑活得久长得帅人人爱 大家好我是人姐人爱花姐花哥的长得帅 哎好像被对面认出来了呀 哎果然魅力太大了呀 你们看到这件时装了吗 是不是感觉挺好看的呀 这是精华衣里面的一款蓝皮啊 看起来也不错哟 特别是这个大皮肩啊 毛绒绒的小摸一把 所以这把就来体验一下吧 这把玩的是擦眼杰克 其实我不太会擦眼的呀 经常浪费了好多眼 这个位置一定会有一个求证者啊 看一看是哪个小可爱呢 好的是幸远儿呀 还没摸到箱子的幸远儿 肯定是很好追的呀对不对 追呀 哎呀这个地方我出现失误了呀 既然没打中他有点尴尬呀 没办法呀我们继续追吧 不好他要上二楼了呀 那还是放弃吧 因为上去走一圈的话 三台机就没了呀 不划算呀对不对 哎看到这个冒险家了呀 他的走位明显有很大的食物呀 竟然直接过来送刀 不过看他的走位 思路也很明确的样子呀 应该是要转工厂二楼对不对 好吧好吧 说你们厉害行吗 我放弃了呀继续换人啊 哎发现一个小赖布呀 试探的打一斤无人呀 哇没想到还真打中了呀 舒服呀 那现在开局啊没多久呀 尽管我换了三个人啊 但是也干扰到他们休机了呀 而且他们三人处于半血状态 节制还是不错的哟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去追赖布了呀 刚才冒险家和新远儿 总要下来休机的嘛 所以我们继续回去抓他们呀 哎果然开到新远儿了呀 那我们继续追一下 哎 啊这个污染打得有点急呀 不过还行呀 把新远儿留了下来 挂上椅子之后呢 用命把他的金子补完了呀 这个时候他肯定要过来救人啊 我们去半路赌一下他 好的一个实体刀打中他了呀 这个时候求人者方面出现了一点失误呀 因为佣兵既然挨了一刀的话 那更应该要过来救人的呀 但他并没有 而是让一个满血的香香过来 可是他们觉得这样更保险一些吧 可惜的是香香想摊一下半血 结果你们看到了呀 直接一个恐惧震慑带走了他呀 此事实上还是两台机啊 冒险家心里应该很难受吧 他想赶过来救人啊 那肯定也来不及了呀 所以啊 幸远成功飞天 佣兵自愈啊 把天然室救了下来 不过被我打了双岛呀 再次把天然室挂上 这个时候佣兵是没有自愈的呀 所以啊 我只要看一下冒险家在哪里修机就可以了呀 结果我冒险家慌了神啊 不敢出来修机了呀 好吧 那我也不浪费时间了呀 能拿个三杀也是不错的吧 没想到冒险家还爆点了哟 那就谢谢了哟 送个四杀对不对 这个皮肤用起来手感还是不错的嘛 喜欢喜欢 哎